大家好,我是三猫,邪猫吃狗上岗 今儿我们聊一个最近发生的新闻 说是跟俄乌有关系 但是其实跟这场战争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俄国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 库兹涅子和海军上舰号 他又又又又又又又 失火了 为什么说又又又呢 这咱们就从头说起 说起来这也是俄罗斯海军的骄傲 俄罗斯海军的旗舰 俄罗斯海军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真的是命途多舛啊 他的名字叫库兹涅佐夫号 但是我为什么不把这名字写出来啊 他这名字都换了多少回了 1982年这个设计的时候叫苏联号 然后呢下水的时候叫李家号 后来呢 等到海市的时候又叫蒂比利斯号 那到了1990年代 又觉得这个蒂比利斯啊 这个地方好像不再属于俄罗斯的管辖 这个范围呢 就给改了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 咱们知道一艘船啊 这个出海的时候有很多的禁忌 一个迷信 对于一艘船来说啊 这个名字改 改很多次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吉利的事情 您看那个 那个什么 莫斯科号之前 他不是叫什么光罗号吗 您看现在改成莫斯科号之后 现在不已经变成了潜水艇吗 这个库兹涅佐夫号 当然这是小迷信啊 整个航母为何如此命途多长 还是因为俄国 它的这个野心 并不匹配其实力 首先这艘航母一开始 它就是在乌克兰建造的 正宗的乌克兰产品 它跟某东方神秘大国的第一艘航母 那是姐妹舰 对吧 但是建成之后 快建成的时候 这苏联这个吹弹可破的联盟就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 那黑海造船厂的这些船怎么办 对吧 那当时的乌克兰觉得 这当时乌克兰的国家财产啊 虽然乌克兰可能拿这个航母 说实话 十有八九可能也是要把它给卖掉啊 或者怎么怎么着 但是啊 这对于俄罗斯来说 俄罗斯人家是有大俄罗斯主义的迷梦 怎么能放弃掉这艘航母呢 无论如何都要把这艘航母给保下来 那么乌克兰和俄罗斯 是在一九九一年的八月二十四日之后 开始渐行渐远 当时就针对这艘航母 已经建好下水在这个黑海那边 毛泊着的 针对这艘航母就已经开始有争议了 乌克兰说这是我们的财产 但是当时的这个航母舰长说 这是俄罗斯的 而俄罗斯这边也说 这是我们的 那么乌克兰当时是在逐渐完成 从苏联从俄罗斯这边的脱离 对吧 然后12月1号 当年12月1号要投票 要把90%多的乌克兰人都去投票 决定是不是留在这个苏联里面 那么那一天啊 这个库兹捏佐夫海军上官号接到命令 因为当时苏联还在 接到命令转移到这个苏联北方港口摩尔曼斯克 那转移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库子那种符号 虽然这个性能咱们一会儿再说是真不怎么立 但是那好歹也是一艘航空母舰排水量多多几万吨啊 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土耳其海峡公约 就是您从黑海要转移到任何一个地方是一定要经过土耳其海峡的 当时那个公园里面就有规定 排水量一万五千吨以上的航空母舰主力舰是不允许通过这个海峡了 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嗯别着急 这个苏联人啊 俄国人啊 您在这种玩文字游戏 玩花招 骗别人 骗自己这方面啊 他说第二 没人敢说是第一 他说我们这不是航空母舰 我们这是载机巡洋舰啊 好吧 对吧 这他又不是什么最上 又不是什么那个衣室日向那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苏联人硬说这就是载机巡洋舰啊 而且拿出当时的那个设计图计 你看不就是巡洋舰吗 当时也就放行了 就靠着这种手段 所以咱们经常说这艘航空母舰是俄罗斯从乌克兰偷来的 OK 等他到了摩尔曼斯克的时候 苏联没有了 然后他迎来的是一个俄罗斯 那么这艘航空母舰就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旗舰啊 那俄罗斯终于是得来了自己的航空母舰 那么对于大国梦来说嘛 对不对 没有航空母舰 这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 那他有了航空母舰之后 是不是一切都很好了 并不是啊 这个航空母舰 首先当时建造他 容纳他 能对他进行维修的只有乌克兰沿岸的港口 摩尔曼斯克是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去容纳这么大的一艘航空母舰 那怎么办呢 对吧 那他的很多护金保障工作都是跟不上的 更要命的是您这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 你总都有飞机 对不对 那他连着好几年都没有一架飞机上这艘航空母舰 甚至连相关的人员都配不起 那您说我这航母是干嘛来的 对吧 到了1995年 好歹有几架飞机上舰了 好歹有一些海员上舰了 这艘航空母舰干嘛了 跑到地中海去进行一个所谓的日常巡逻 注意 这是他的第一次战备值班 他的目的是干嘛呢 向世界宣誓 我大俄罗斯海军还是有航母的 结果呢 跑着跑着出事了 这一次啊 就是在路上的时候 全体舰员 每天20分钟的淡水限量补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航空母舰上这个负责海水淡化的仪器 坏了好几个 每天早上10分钟淡水 晚上10分钟淡水 就靠着热闹 你想想这是20世纪末期的一艘大国航空母舰 过成这个样子 而且啊 这艘航空母舰的重油锅炉是毛病不断 到地中海 他直接给你来了个趴窝 整个航母就熄火停在海上了 对吧 当时啊 美国海军的这个军舰还过去 说要不要提供淡水 对不对 后来是俄国那边 他也知道自己的航空母舰可能不太行 带了一拖船 把这个库子涅佐夫号给拖到一个港口 所以往后请您注意 库子涅佐夫号只要一出动 必然伴随拖船 他俩的关系 那就是这个形影不离的这个关系 这也是库子涅佐夫号 他的特点所决定的 对吧 那有人就说 那库子涅佐夫号 他为什么动力系统这么差 这个管路老化 然后隐形老化 那管路老化隐形老化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他这个开了很久 不 整个库子涅佐夫号30年 只在海上待了450天 剩下的时候都是在港里爬的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是因为还是那个老问题 因为你的母港是摩尔曼斯克 对不对 这个摩尔曼斯克 根本就没有做好容纳航母的这个能力 所以说当航母毛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这个权舰官兵的什么吃饭洗澡 什么这些东西 都得靠航母自己的这种内燃机 柴油机蒸汽轮机这种东西去提供动力 那岸上是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些动力的 所以搞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这个航母在毛泊的时候 就损失掉了很多很多他的机械锅炉寿命 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一件事情 这1995年这一出之后 然后这艘航母再出山应该是2016年 对吧 叙利亚战争那会儿 那个眼看那个独裁政权快不行了 然后这个普大地派出航母 终于是把压箱底的东西都给拿过来去 支援自己的独裁好兄弟 结果呢这个我们也知道 这个一路黑烟以为是开烧烤晚会的一个航空母舰 然后到了作战地狱之后呢 那个舰载机拉断了拦阻锁 然后导致这个飞机在航母上 共盘旋了半天降落不了 只能气机跳伞 这成了一个让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事情 也让大家真的知道 哦 原来这个俄国航母是这个样子啊 当然在这一次出动到叙利亚的时候 护子涅佐福号不出所望 不出意料的又一次啊 趴窝在了地中海 怎么着 再一次出动拖船 再给他拖回来 你看这俄罗斯颜面核存啊 不能再忍了吧 所以啊 到2017年底 18年初的时候啊 这个护子涅佐福号 是终于进入了这个摩尔曼斯克港去大修 说是要给他延寿 25年寿命 结果修着修着出事了 因为这个航母修上 他的有一个船屋一样的结构 本来他是有一个浮动式干船屋的 对吧 俄国是有这么一个浮动式干船屋 是这个造好之后 可以去容纳这艘航空母舰的 结果呢 这个浮动式干船屋 在容纳这艘航空母舰的时候出事了 因为在抽水的时候啊 这个电力中断 然后那个抽水的时候 这个水在一侧就积了下来 然后失去平衡 这个干船屋就倾斜 就沉没 沉没的时候呢 一个起中机还啪砸到航母甲板上 这个事故 其实你要说犯的非常低级 因为你这个抽水的这个电力 如果没有了 你起码得有个备用电力吧 备用的电力 是不是得有一个柴油发电机吗 哎 这些啊 其实这个 浮动式干船都有 可是啊 如果这个 备用的柴油发电机没有柴油呢 哎 果然吧 后来经过调查 负责维修的这个船厂嘛 对吧 他们的船厂主任把这柴油给卖了 而且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贪污了65万美元 然后就就被就被靠了起来 为什么笑呢 因为相比于这次俄乌战争时候这些东西您看看贪污65万美元 真的在俄罗斯的军政体系里面应该还算是个好干部 但是因为他的这笔钱直接让航母的维修工期往后延长了啊 所以说那不抓他抓谁啊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 那么再到后来就是2021年的时候失火 然后就是前几天又一次失火 呃 俄国表示很淡定 没有人员伤亡 没有损失 哦 感情 您这是拿火去给这个航空母舰去举行某种仪式呢 是吧 火计是吧 去洗掉他的这种霉运是吧 那干脆整整整条军舰过一变火 那岂不是更好 对吧 那看来这艘航空母舰什么时候再服役 那是遥遥无期了 俄乌战争是赶不上了 而且等后俄乌战争的时候 俄国还有没有财力能维持住这个航空母舰 都是两说 当然如果大俄罗斯主义的弥谋还在的话 维持这个航空母舰是必然的选项 但是你怎么维持呢 当护兹聂索夫号再一次开出港口的时候 还有拖船在等着他们 那就不知道了 行 咱们今儿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下次再想到别的再跟大家聊 再见